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我认为是一个整理所发生的一个现象 今天让人来到了1032亿 我跟大家讲 年限就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什么叫吸引力 涨多的时候就会拉回 跌升的时候也会拉回 这个年限就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 就有点像这个星球绕着这个太阳在拱转一样 所以你看它这样绕啊绕 下来之后绕啊绕啊绕啊绕 什么时候要结束 我跟大家讲 这个季线扣底 这个季线扣底就是这个点绿色这个点 大家可能没看到这个点 这个点有看到 我看电视上是有看到 这个点什么时候下来 什么时候下来到这里 就是大盘有机会往上走的时候 那美国我们先讲美国 美国的升息 它为什么市场会担心美国会升息 最主要是因为有个数字叫做PCE PCE是什么 个人的这个所谓的物价评检指数 这个部分来讲是把一些比如说石油 一些大宗物品扣掉之后核心的这个所谓的通膨之内 那这个是跟个人有关 那联准会呢 它过去是参考通膨 但是是以PCE做准则 那这一次第一季的PCE来到2.5% 原本预期是2% 大家不要觉得2%好像没多少 你看现在很多东西都涨价对不对 我跟你讲还不到2% 如果超过2.5%到3%的时候 那真的会吓死人 所以为什么今年这个联准会要升息升三次就是这样 我们市场预估是三次 那他最近看到这个数据来讲 可能他也是维持这个展望不变 可是市场投资人不这么想 你这个主席你可能觉得不会讲什么 当然你是顾虑到这个市场变化 可是一般的投资机构会认为说 你有可能会升息四次 这个是有可能的 如果说整个市场还是持续过热的话 当然这个可能性就会提高 反观我们台股 你不是说这个昨天 这个苹果盘后 我们昨天早上就有讲 苹果盘后的这个财报比预期好 我跟大家讲 苹果它开始走一个降价的策略 什么叫降价 我用量来取胜 我可以便宜的卖给你 你习惯iPhone一支多少钱 三万多块 一万五你要不要买 不会这么低 两万出头你要不要买 你会想买 再便宜一点 你会想买 这个时候你的量就会增加 可是你的毛利相对的就受影响 那当然他们现在看到的财报是包括过去的第四季 包括到今年的第一季 今年第一季地延的 第四季地延到今年第一季的 这些所谓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是不是能够说明说 Apple未来的这个股性是成长 这个我觉得对台湾的供应链是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的整个上市的股票 今天上市股票很弱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台积电红海都还跌 昨天涨的全部都还跌 剩下大力光跟日月光 日月光跌两天 不管它 大力光是底部反弹 其他全部都还跌 你看到全职股都还跌 各位啊 这种盘跌的时候你不能去追涨 你去追涨的 都是涨一天之后隔天休息 特别是全职股 那今天主要的焦点是在贵买 贵买里面又是生计是比较强 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很多生计股喷出去 我有跟大家讲保健通路 这个衣材 你不看没关系 那制药要不要看 制药要不要看 制药要看 制药今天又有涨 我们先来看一下说今天的这个 我们的指数台积电 为什么跟大家讲台积电 这是一个简讯 台积电又出现新低点了 看这是要怎么做 台积电又出现新低点了 各位你做电子股 会辛苦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有新低点出现 红海跳空往下跌 这个缺口出现 这个是一个缺口 看这种节股眼还出现缺口 你看 这不知道这个股市 这个节股眼出现这个缺口要干嘛 我跟大家讲 只要这个全职股的电子股还在走落 你不要对它有太多的期望 你不要以为说你今天做风车不会有问题 你不要以为说你今天做AI不会有问题 你看AI今天股票还是一样开高走低 所以这些个股当中你不能把人 你不能去摸它 你摸它的话 你好运的话你摸到可能让你赚到跑掉 手脚真的要快 如果你手脚来不及 你想要跟它长相思熟 我觉得是不要 都会被教训到 我们看一下这个先前个股强势的这个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它一直往上走 你要去注意今天这个K跟昨天的K 昨天这个K才OK 因为它比这个K线大 今天K是被包在里面的 这包在里面到底是藏什么心 大家要去看清楚 今天预估量又比昨天少 这个高点以来的这三根大量区 它一直没有办法把量吃过去 如果没有办法把量吃过去的话 这个K上来有气无力 什么叫有气无力 扭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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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个股 日电帽已经开始有一些 二线的被动元件开始在修正 为什么量也是没出来 你看它量一直在减少 剩下谁 剩下2492华星科 一支独秀 一支独秀 除了个股 个股题材之外 我不觉得被动元件是一个 整体大涨的一个阶段 像大义也是 大义也是在经理 所以我跟大家讲 被动元件涨到现在这个阶段 你进去 你不会比较有胜算 我们台义讲 你现在回去不敢贏民 既然不敢贏民 你是不是算这个要做什么 这个是你的心态 你的心要怎么去想这件事情 如果说你今天要去追它的话 那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生机类股 比较有机会 各位生机类股很多都是现行 才刚刚从底部整理上来的 有人会说 老师你看那个中域 喷到不行 喷得不要不要的 可是中域 中域今天最高点来到349 各位这种股票在涨的时候 它是带量在涨 今天又出大量 不过我也是建议大家不要去追了 那量那么大 起到这里 你落去药 都是风险 好 那中域涨这么多 那我们看看其他的个股 比如说大家都会去讲 讲到中域想到浩顶 你看浩顶是不是跌升反弹 各位浩顶是不是跌升反弹 我跟大家讲 这种现行跌升反弹 它横向已经走几个月 走半年 只要这种类股横向走半年以上的这种个股 你都可以留意 留意不是叫你去怎么做 你可以去留意它 为什么 因为它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 为什么 包括像智庭 智庭这个做一丈矮的药 也是横向整理 横向整理过来 这些都是你要去观察的 相对于你去做一些电子股创高的 你去追它 当然是手脚快有机会 可是说真的 风险什么时候到 我们不会知道 我们不会知道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昨天跟大家讲的一些个股 昨天我跟大家讲什么 中国LED大厂 慕林森 六个慕 所以它八字里面 一定是慕对它很重要 所以叫慕林森 好 进军LED 这个慕林森来做LED 它要切入车用 可是大家不知道慕林森的来历 慕林森是全球最大的 中国最大的LED厂 它的动向都会影响到LED的价格 所以它会跟台湾合作 台湾还是有一些上游有机会 下游就不用看了 上游的这些供应商有机会 我们看一下晶电 昨天跟大家讲晶电 晶电 晶电是不是跌升反弹 对不对 稍微 昨天下来 然后今天稍微小红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它也是这个所谓的 miniLED miniLED跟Vissel的订单 另外就是东贝 2499的东贝 哇 你看东贝 这个我跟大家讲 这就是跌升反弹的现象 你不要以为说 老师你今天好厉害 看到一支股票 昨天才讲今天就涨上去 不是 它跌升反弹就会这样 你不用想太多 因为有些股票就是这样 如果说你跌升看到一些 K线的形态打出来 基本上就有机会反弹 特别是当新闻出来的时候 你要去想 为什么这个新闻会出来 那有没有其他个股 是有机会的 所以相对于你去追高 我跟大家讲底部 底部去做这些股票 其实它的风险是比较低 不代表没有风险 相对于 相对于这种创高 这种在山上的股票 你看看现行 你就感觉就差很多 这种都是创高的股票 创高的股票 你去找它 真的是辛苦 我们再看一下627的同行店 同行店今天长黑下来 打下来三天了 三天的红棒打下来 那底部整理的股票 就是会这样 这个是缺口 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要带浪突破才有机会 不然那是没机会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 当一个新闻出来 我们随便去找几档个股 你看它的现行 大概就知道 比如说我们看到金店跟东贝 跟这个同行店 基本上他们做的东西是不同的 那这两者 这两者为什么他有机会收 最主要是 金店其实是有这个mini LED mini LED 那另外东贝也是 金店是主攻这个mini LED 还有这个micro LED的感测元件模型 这个是micro LED是未来的趋势 不过它的这个技术部分 还有这个巨量转油 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巨量转油 反正它有个核心的技术 还没有办法突破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要看到整个市场开始往上走 其实是相对比较难的 好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生技的部分 刚刚跟大家讲到这个中玉 中玉这个 长到他妈妈都不认识了 从这边开始拿到药针之后 就一路往上涨 现在涨的是什么 大家会觉得说 他可能业绩会不错 业绩会不错 这个艾滋病的药如果真的不错 我跟大家讲 中玉会是一个指标 它不是你可以选择的标的 因为它现在涨多 但是它会是一个指标 因为它告诉你 新药是开始有获利的 这个是台湾过去十几年来 不敢想 不敢讲 因为大家都觉得生技是做梦 讲多的你说什么 它花大笔 但讲个少了 就觉得好像不太对 我们再送FDA了 好 那这些生技股 开始有一些新药出来 我认为后续大家要去关注 关注不管是台厂的制药 什么制药 做学民药 我们在做药的这一块里面有分吗 有的是已经有药症 持续在做药的这一种 另外一种是什么 当全世界的专利到期 我这些药厂有没有机会结榜演出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我认为等一下下半场的节目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这些制药类股 到底哪些个股可以注意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全国投资朋友 想知道如何选择好股票吗 我用均线扣底推算法 帮你在起场之前 找到最适合的好股票 网路搜寻17hoia bar 或是加入我的fly app生活圈 就可以跟我一对一的双向讨论 我也会亲自回答你食物的问题哦 谢谢好远吧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迹 全国投资朋友 想知道如何选择好股票吗 我用均线扣底推算法 帮你在起场之前 找到最适合的好股票 网路搜寻17hoia bar 或是加入我的fly app生活圈 就可以跟我一对一的双向讨论 我也会亲自回答你食物的问题哦 谢谢好远吧 我要给你分手 不不要 从现在起 三个要 五个不 预防禽流感 勤洗手确实消毒 肌肉蛋要熟食 要买合格标志的禽肉蛋制品 不生食 不购买 不自行宰杀 不畏食 不接触 三要五步 勤防护 人间处处有行天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奇缘分析师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直播 那今天是下半场 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我要跟大家讲就是在这个生计的部分 昨天有跟大家讲过就是终育 终育这个艾滋病的药 开始从这个做梦到实际上有营收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给大家看的这个投影片 这个艾滋病的这个TNB355 3月6号已经获FDA上市了 这个是3月初的事了 为什么到现在还在讲因为它5月份开始就要开始卖了 那开始卖 开始卖为什么终育的药 大家会看 以前他也是有做艾滋病的药 为什么以前的艾滋病的药 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理想 为什么现在这么理想 好 跟大家讲一个原因就是说 因为你看过去其实我们把终育的线型拉出来看 它过去曾经有到这么高的位置 然后震荡洗下 这个时间点来讲当中有大概一两年的时间 很多人说终育是炒作 这个当然是也难免 因为你没有营收人家都说你是炒作 等到有营收出来的时候都不是炒作 以前是做静脉注射 那静脉注射这种艾滋病的药 你基本上就是去医院 那去医院的话它会有很多种用药 一线 二线 三线 四线 那终育的药可能就是在三四线这边 什么叫三四线 就是这个病一开始的时候 医生会用药 用什么药 一线用药就牵出来了 这些药先用完才会到二线用药 那二线用药还不行的话就三线 到最后就四线 讲得挺一点四线就是最后的选择 那接下来可能就是你要去找秘方 所以这些用药来讲 基本上它是有排序的 排序来讲它会去影响到它整个市占 因为你低波的药用完之后 有效的大概就有效就好了 不会到第二线用药 所以到第四线用药之后 其实那个营收是非常吵的 那因为以前是做静脉注射 静脉注射注射的部分 当然毕竟艾滋病的人数虽然多 但是你跟感冒跟这个所谓的 癌症来比还是少很多 所以它这个市场来讲 是基本上是有记录的这些人 他们要不要打 也没有钱打 愿不愿意去医院打 但是他们是已经被发现的 可是当你从静脉注射 到这个所谓的肌肉型注射的时候 这样的市场是没有办法去预估的 因为有些人是不会讲的 有些人是不想曝光的 那这些人不可能去医院打 只会在家里打 那我这样讲你可能觉得说 怎么那么夸张 这个世界上其实艾滋病比较多的 不见得是在先进国家 你看那个非洲 很多 所以我跟大家 这个市场是你没办法去顾忌的 所以当开始 我们这个要开始进入到 这个肌肉注射型的时候 这个样的营收 其实没有办法像我们一般 你去做marketing survey 你去做什么study 你去找那些passion过来 去做研究调查 你这样就能够加定论的 因为有些东西是 你没有办法预测的 你没有办法预测的 所以我们看到综艺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来看 有哪些病是有机会的 第一个是合一 合一我昨天有讲 当然合一它礼拜一就涨停了 礼拜一的时候它涨停 礼拜一是什么时候 就是劳动节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礼拜一就涨停了 这一天是礼拜一 礼拜一就涨停了 你看它这种股票 红色这条线是连线 那这一条黄色的线是月线 所以你看它的股性 都是整理到月线的时候 弹上去 然后整理到月线 那中间算几天 中间大概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从三月到四月 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它整理的期间就是一个月 那这一次提早 其实也没有提早 刚好就是五月 四月底那一天涨停 它一个月一个月的周期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买股票真的不用急 你忍着 忍到它整理到支撑的时候 你再买还有机会 那合一呢 它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什么 糖尿病的这个药的关系 所以你看它今天 它礼拜一涨停 礼拜二休假 礼拜三开一次涨停 礼拜四又跳高往上走 到这边来 我跟大家讲 你也不用再看了 因为已经一万多张了 这不用看了 你不要再去追了 那糖尿病的这个药 逐步溃疡的这个新药 ON101 通过FDA审查 那这个是新药 这个是新药 它已经进行第二个三期 什么叫三期 新药的人体试验有三期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像第二期 它要跟你赌输 你就是给你凭解 这好点就是这样 不行就是做三期 就是这么简单 那一期 二期 为什么它要去拼解 因为你知道 做一期的人体实验要花很多钱 那几十亿美金 那另外还有台币 不是美金 那另外这个三期的多国多中心 的这个药品实验是因为 因为FDA它要去认证你的药 和不和 和它的规范 它会看你做人体实验的地区 如果说我今天在台湾做人体实验 No way 它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台湾就只有两千三百万 它希望是一个多国的 比如说像药华药之前是在欧洲十四个国家 欧洲那么大十四个国家 哇 那个是比较分散的 所以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那不然就是做两次 多国多中心 你就是做到让我觉得说 你这样的simple跟这样的result 这样的结果是我可以接受的 是我可以接受的 然后第二个三期的这个多国多中心 好 所以这是合一 那我认为这个东西 它会有它的市场 因为糖尿病说真的 是现在的文明病 那另外还有这个药华药 药华药的这个真性红血球 真身PV 这个也快有机会 有机会快拿到 那还没有拿到 那现在药华药在跟它的 这个欧洲的这个药厂 AOP 奥地利的这个药厂 AOP 在谈什么 以前一开始做人体实验的时候 是AOP包 那我花那么多钱 帮你做人体实验 现在开始我要收割了 这个市场在欧洲是越来越大 为什么 因为血液疾病 大家可能不了解 血液疾病有很多种 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血友病之外 还有所谓的再生性不良贫血 还有骨髓相关的一些白血病等等这些 都包含在血液疾病里面 包括血压也是 所以这些病到底能不能治疗 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药 去做到一个所谓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那这样的药即将如果通过 这个FDA的这个药证之后 欧洲这个地区会有很大的市场 那另外药和药 因为他们本身是做蛋白质药 所以他们包括这种所谓的肝炎 未来的这个肝炎 也会在中国的CFDA 有加西 CFDA就是China的这个 所谓的药物食品 药物管制局 在这边可能就申请药证 所以它会有一个血液的药 跟一个肝癌的药 那肝炎的药 肝炎吸肝跟B肝 那这个肝炎的部分可能会更久 现在目前看到是血液 所以现在目前跟这个LP在谈分论 要求这个仲裁 看能不能说这个稍微拿多一点 赚多一点 估计这个股东的权益 那我们看一下药华药 药华药从底部上来以来 这个底部大概又一四级那边 上来以来到这边 长了大概也是两三成以上 看这红可以长这么多 这一根大量区 它每次要上来就会被打回去 它前一波上来打回去 为什么 因为这个量太多了 各位你在看扣底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扣底 它的月线扣底在这边 可是它的寄线扣底还很远 它寄线扣底在这里 所以它扣底这么远 这个阳角是往上 那月线马上就要到 到底要不要往上走 就看量有没有出来 那如果量没有出来 那这个扣底可能过了 它也不见得会往上拉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量 那这个量要这么多 那怎么拉 因为这边会有套牢的量 会有套牢的量 那所以我们要看 如果说药华药这个仲裁 结果没有比预期的好的话 当然股价还是整理 还是整理 药证还是会拿到 这个是新药的部分 另外是泰府 6541的泰府KY 它是生物的相似药 已经有产能的 它已经有办法做 生物的相似药 我跟大家讲 做药 有些药不是你想说这么好做的 它不是你想象那么好做的 比如说像泰府 它做这个生物相似药 这个东西来讲 基本上 你要有这个FDA的药证 因为你是相似药 什么叫相似药 一个药是长这样 你要跟它做一模一样的 这是不同的药 你要有药证 药证能不能通过FDA 这个一定要送审 那送审能不能过 但有过的机率是比较大 因为你的formula 你的配方是不一样 你的配方可能是稍微有点点不同 那有点相似 那如果说整体的结果 一样可以符合申请药证的资格 它就有药证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泰府也是 泰府也是在 过去从这个三月起涨以来 三月起涨以来到现在 也涨了不少 也涨了大概快40% 这么大的一个涨幅 大家要去留意就是说 你看泰府的这个现行好了 它过去从70几块开始拉上来 到月线这边会有个跌破 跌破穿头 然后再往上拉 它的习惯是这样 所以跌破月线 跌破月线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机会点 但这一次上去 你就不要特别去看它了 涨多的股票 你就等它回来 那有一些股票如果跌下来 你可以去观察 你不要一直都看涨的 我知道你在看股票的时候 每天早上一定是这样 像齐文老师也是一样 在下期来先做什么事情 看大盘 看完大盘之后 九点开盘看什么 看这个成交状况 那你里面一定有个选项 叫做涨幅排行嘛 我怎么会不知道 那你每天都看涨的 你有没有去看跌幅排行的股票 跌的股票你可以看 你都会找到机会 所以我跟大家讲 像这种泰幅这种股票 你不要再涨的时候去追它 这个都关离太远了 不是短套 这有可能会变成短套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说 你如果不是在起涨的时候 这些点布局的话 你都不要去买这些股票 那我跟大家讲说 这些股票不是说 因为它不好或是什么 或是特别好 不是 而是你看到中益在涨的时候 你不是去买中益 而是去想说 到底有没有其他的药 是有机会的 它不见得是要做新药 它可能是做相似药或学民药 比如说还有一家公司 叫做C67展望 展望这一家公司 它是做什么 这家公司也是很多人在讲 它之前法人也有买 它的股性就很极端 上去又下来 这种上去下来 然后整理在破底的 你要做它真的要小心 连线会比较适合 你看它连线都是一个机会点 展望做什么的 它做的就是抗生素 二他培难 这个东西在美国的这个公司 他们已经跟默克打官司打赢了 所以未来做这个药的部分 抗生素的部分 在美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 那这个market share的部分 可能有机会拿到一部分 这个是我认为 你看到中益药长的时候 你不是去想中益 你不是去想浩顶 而是想说其他的厂 他们可能是有机会 拿到这个药证的 不管是新药 还是学民药 这些个股是你可以去观察 而不是说今天涨了一定要去买它 而是说它如果拉回到支撑 不管是月线或是年线 这些都是你的观察点 因为我认为生计从现在开始 是有机会的 好 更多的这些族群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来这个讯上 跟大家讨论 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明天早上九点开始 正清锁定运控彩虹台 台股直播室 全国投资朋友 想知道如何选择好股票吗 我用均线扣体推算法 帮你在起涨之前 找到最适合的好股票 网络搜寻17HOYABA 或是加入我的FlyApp生活圈 就可以跟我一对一的双向讨论 我也会亲自回答你死母的问题哦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全国投资朋友 想知道如何选择好股票吗 我用均线扣体推算法 帮你在起涨之前 找到最适合的好股票 网络搜寻17HOYABA 或是加入我的FlyApp生活圈 就可以跟我一对一的双向讨论 我也会亲自回答你死母的问题哦 谢谢大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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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